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紫薯山药的做法 学会了在家你也是大厨 去皮的山药和紫薯切成小段 上锅一起蒸薯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白糖和少许的蜂蜜 准备一个叉子 给山药碾成泥状 碾得越细越好 这样我们在吃的过程中口感会更加的细腻 接下来我们再给提前蒸熟的紫薯 用同样的手法碾成泥 碗底铺上保鲜膜 碾碎的山药泥先倒入玻璃碗中 用勺子把山药泥铺平 一定要铺得均匀一点 再放入提前碾碎的紫薯泥 用同样的手法给紫薯泥也铺平 接下来再给最上面铺上一层山药泥 这样做出来的紫薯山药膏 才会非常的有层次感 喜欢吃紫薯和山药的朋友可以试试 这道菜味道还是不错的 做好的紫薯山药膏盖上盖子 放冰箱冷藏20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给冷藏好的紫薯山药膏拿出来改刀 切的过程中刀上面可以沾上少许的水 块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切 一份可以切12块 紫薯山药膏好吃的关键就是这包椰绒粉 切好的紫薯山药膏再沾上少许的椰绒 椰绒主要可以起到 让这道菜的口感层次更加的分明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做好的紫薯山药膏 看上去非常的有食欲 一道颜值非常高的美食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点赞收藏做起来吧